我有时候在大学里面可以注意到 很多学生走出来都是很光鲜 但是你如果宿舍看看 有的就乱七八糟了 也就是说 很多人把这个优雅 体会成一种外在的形象 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就不管了 一个空虚的光是消费性的人 他拿优雅的起来的 他没有内在的自我价值 所以他那个优雅是空的 是个表面的 背着再好的包 用着再实话的东西 也显得很空度 大家好 我是梁永安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优雅 因为前几天B站 它公布了去年的年度弹幕 哪个获得了弹幕的C位呢 就是优雅 现在这个词 在视频的弹幕里面 包括评论区里面 就经常能看到 那为什么呢 后来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就是有个动画片啊 《间谍国家家》 里面的那个老师啊 他会夸赞这个别人 夸赞学生 他经常用优雅这个词 后来逐渐逐渐的呢 我们很多很多朋友们 就渐渐的流行 就用这个词夸减一些人 什么人呢 就是内心很丰富 而且对生活很有追求 然后有一个优雅的一个氛围 有一个优雅的交往 所以比如说里边 有一个角色叫鼠弓梗 这个人呢 他做鼠弓 他做了一个能弹钢琴的一个车 但是这个车呢 还能烤串 所以就说这个 把钢琴这么一个 我们传统里边 认为是个高雅艺术 然后和烤串结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青年人就觉得 这个东西很优雅 很优雅 就大家在这个 2022年 你们对优雅这个词的印象 怎么样 有比较深的印象 多次见过的就请扣一 没有见过的就请扣二 优雅这个问题啊 从我们国家来说啊 我们要知道我们以前改革开放之前 1978年之前 我们是一个农村为主的社会 所以那时候讲起优雅呢 好像都是精英 都是上层社会的事情 那么就有一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喝咖啡 那好像都是大城市 而且大城市里边的 很少数人 那才有的这种 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这个以前的优雅啊 它就跟某种 阶层差异 然后呢 跟那个等级 就社会等级有关系了 那么这里就带来一些问题 带来问题 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 然后优雅似乎就属于财富阶层 属于那种权贵 属于那种艺术 属于那种高雅人士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一个社会发展里边 实际上这个优雅 它已经不一样了 它已经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 社会普遍的 对于更加的 这个体面 更加的温馨 然后更有精神价值的 那这么一种生活的 一种向往和追求了 我是老家是 相当危害 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 还是很有触动 就在乡村呢 夏天 以前很多人 男人光着膀子 然后呢 坐在那里喝茶啊 聊天啊 或者走啊 就不在意 但是现在啊 比如说淋漪啊 等等这些地方 就很多乡村 这些男人们呢 到夏天呢 他至少要穿个背心 注意一点 自己的这个 样子的 其实也是观念的某种 变化 但是呢 我们真正今天要谈这个优雅 问题还不那么简单 你看我们今天 我有时候在大学里面 可以注意到 哎呀 很多学生 本科生啊 研究生啊 走出来都是很光鲜的 但是 你如果 宿舍看看 有的就乱七八糟了 就随意了 也就是说啊 很多人把这个优雅 呃 体会成一种外在的 形象 啊 这样形象 但是呢 一个人的时候呢 就不管了 嗯 啊 就不管了 所以这让我想起 以前那个 呃 就是那个 战国时代 孟集 他提出来这个圣读 就是你一个人在 独处的时候啊 一定要 有一种 叫什么 庄重之心吧 嗯 一个人单独待着的时候 这种体现这个人的 他的气质 就是本相是什么 我们今天 有的人把这个优雅 其实理解的 还是外在坏一点 也就是说 内在的 这样的一种 优雅的 那个 内在 还是要 担保一些 所以内心强大的人呢 他的优雅呢 不一定就是光是看上去好看 那你比如说这个 去年 这个病人上 那个下下之乎 那他是个残疾 残障人 平常要用这个 假之 爱假之 其实 这个很 就就一般的时候 就有点自卑感吧 觉得自己这个形象 呀 就就有点自愧啊 但是他的事 他很强大 这个他会 非常非常坦然的 这个 这个 跟大家分享 用那个手动挡的 不锈钢腿 是个什么 体验等等 那 像这些呢 就说 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生命 很坦然 很阳光 啊 很阳光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优雅是另外一致的 所以这个就和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的青年人 有优雅意识 他有个内心里面 有这么一个向往 那是真的是 非常好的事情 嗯 第二个方面呢 我觉得优雅 其实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 很大的内涵 就是尊重别人 就文明发展啊 其实呢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一个阶段 就是人和人的 追求人和人的 平等性 然后呢 追求 人对人的尊重 我们说啊 就现代社会 我们要获得稳定 获得人和人的 这样一种尊重 它是一个 是一个从乡村社会 向现代文明转换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特别重要的方面 你说工业革命之后啊 英国也是大流动 当时 差不多一千万人吧 那经过全体运动啊 等等 大量的往城市去 城市去 所以你看 蒋耀斯金时代 那个时代 你看傲美业偏见啊 理智与情感啊 你看人和人说话 非常注意修辞 你说那个傲美业偏见里面 那个达西那种傲慢 如果放在再往前推 如果不是那个 哎 18世纪的话 18世纪和数据世纪 过渡的阶段的话 再往前走 那谁也不会觉得它傲慢 会走嘛 就是这个气质 但是为什么到了 蒋耀斯金傲慢偏见的时代 就能觉得它傲慢呢 因为人和人的 平等的要求增长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优雅 是一个特别的 要有一种新时代的 新阶段的 对人的一个崭新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就 很多人是心事好的 但是做事呢 就会给人带来 很多很多苦恼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人和人的边界感 人和人的 这种合适的距离 那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前些年 比如说有个很火的电视剧 两件 哇 很多人觉得里面 那个李云龙太好了 说哇 有粗度 哇 打仗有勇猛 那个一说话 冲得很 非常的有性情 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好 这个当然是很好 当然是很好 但是这里边呢 也有些值得我们今天来思考的问题 你比如说那个李云龙 后来五十年代初期 送到南京军事学院 去学习 带头闹事 因为教师是国民党军官 啊 军官 人家是科班出身 结果不服气 哎 我印象的很深 就是这一点 你看那里边那个院长 其实就是那个 刘不成元帅为原型 他把那个 自己老部下李云龙 叫的报告是 大训了一顿 说啊 啊 你们 以大老粗为荣啊 不懂得尊重啊 你说那个李云龙 他是战争年代啊 又是战争文化 其实人呢 没有那个条件 啊 然后你的生活 有非常的粗糙 所以没有那个条件 去讲优雅 那是那个时代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是建设时代 是一个现代化时代 也是个城市化时代 是非常讲戏剧的 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 为什么要争取民族独立呢 实际上去让人 活得越来越有自己的自在 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特点 有自己的细节 有物质的丰富 也有文化的丰富 也有人的千差万别的个性 去粗糙是不行的 很多人 他为什么不优雅 他觉得要率性 看上去好像很有力度 其实是弱者 他其实是自我护化 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没有办法随着时代去发展 没法是 所以他只能肯定自己 你说这个经济发展 七十年代 你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七十年代日本人出现 全世界的印象也是很差的 到处哇啦哇啦的 别看他的国内那么安静 也是一种土豪气很浓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 需要一个培育 需要一个发展的 那么回到我们本土来 我们中国人 他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优雅 不光是有普世性 也有中国的民族性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很 它这个基本的一个道德基础 是性上论 是很有温度的一种文化 所以中国式的优雅 它也应该有中国式的道德基础 有中国人的一种人文的色彩 也有中国人的一种尊严 你说上海地铁四号线 在那个南村路 就浦东南村路的地铁站下面 有二十书店 规模还不小 然后他其实呢 是一个谁呢 是一个残障人士 但是他有个 他这个店有个原则 是绝不接受抉择 所有的书 都要经过合理的估价 然后呢 必须是这样进来的书 我觉得是很有尊严 很自我尊重 很优雅 非常优雅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的那一种 他的那种内心深处的 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也是在面对社会的时候 对自己的 给自己的一份尊严 优雅是做什么事情 体面是一个方面 尊重别人是一个方面 但是归根到底 最大的优雅 就是自我尊重 其实一个人自我尊重的时候 他的行为是恒定的 我们说我们社会生活里 遇到个优雅的人 就很可靠 知道他坚守什么 他有所欲 有所不为 他不会突破什么底线 他就是一个有恒定的人 那么这个我们如果都是这样的人的话 我们社会做事情好多了 就好多了 人和人之间就有高度的信任了 所以我想呢 我们2023呢 整个的氛围 整个社会生活都畅通了 哎 畅通了 美国那个摄影家尤金史密斯 他拍的那个乡村医生 你看说那个医生啊 很年轻 到了那个小镇 美国中部小镇 人家来的医生都跑掉了 太艰苦 太荒僻 这个医生坚持到牢 你看他 那个尤金史密斯 跟随他去出诊 拍他的生活 你看他一天做了好几台手术 那么累的时候 终于歇一下 然后靠在那个窗前 端着一杯咖啡 身体是医着 太累了 然后那个神情 既疲惫 但是又舒缓 又舒缓 就是那种内心的 这种充实 那种人者 那种既是助人 救人的那种 内心的丰厚 一个空虚的 光是消费性的人 他哪优雅的起来呢 他没有那个内在的 那个自我价值 所以他那个优雅是空的 是个表面的 背着再好的包 用着再实话的东西 也显得很空洞 所以我就想 我们中国社会 追求优雅 这些优雅 是追求的是一种 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在的成长 追求我们精神的美好 追求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价值 然后我们非常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也能够非常 有这样的亲切之情 有这种尊重的心情 去和整个社会交往交谈 这就是我们一个 现代社会的建设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要说 我们全体中国人 都要优雅起来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梁永安 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同中共济 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